我們要來做看的就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繞圓的部分 我們剛剛是繞了一個線段有起點和終點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繞一個圓 請問圓有沒有起點跟終點? 圓有起點跟終點嗎? 沒有啦 起點就是終點,終點就是起點嘛 所以就會產生一些有問題的地方 那現在跟各位提一下 你現在有看到這些草有沒有 剛好進去只有一根草 沒有一片森林 因為這個是讓城市產生的 所以它每次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注意看一下好像是這樣子 這個草像是這樣子 你看有在進哪一次? 有沒有草都不一樣 其實我們要玩遊戲也會像這樣子 等於是希望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你雲在跑的時候都要每次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興趣你再看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打開 要遠的地方 你看有沒有只有一根草 對不對 只有一根而已 那我們現在先不趕它 我們要找的是飛機 所以我把其他的先鎖起來 好,其他的先鎖起來 我們先來看看 飛機的部分 好,一用 我要產生一個移動導引線 好,進來之後我們就來找一下圓 橢圓的方式 但是要不要有填色 不用吧 而且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要當導引線的 用填色有沒有用 沒有好 所以這個就代謝它 不用再來 插插就好 有沒有 右上角這個 這個代表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填色的 我是畫圓 好 看你要畫得遠沒有關係 好 ok 畫好了之後呢 現在一樣 我先暫時先用這樣子 所以說不做修改 好,飛機我在後面 我希望它能夠怎麼樣 插入關鍵格嗎 要做動畫囉 現在用這個移動的 好 我的起點 這個地方要對上來 有沒有 要吸一下 要讓它吸一下 好,那重點的話呢 假設我希望它是讓它這樣過來 假設在這邊好了 好,來這裡 ok 那我們就測試看看 你看 還沒 這裡 股間都快要忘記坐進來了 好 測試一下 怎麼樣 它有照你的影響 這樣繞過去嗎 沒有 因為它知道 我走這邊比較近 它超級有近 有沒有 難得看邊哪邊的村民 好,那你想說 這樣 好吧 你會傳這邊走 那我就 最後一走 我們希望它是這樣 那它就這樣繞過來 對不對 然後它就告訴你 噴水 我也知道這邊比較近 這就是你用圓被傳出的問題 因為沒有起點跟章點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一定要有起點跟章點 請你把那個 我幫你鎖起來 先把它打開 你就用 橡皮擦 有沒有 橡皮擦 假設你沒有鎖 我相信沒有鎖了 你這樣橡皮擦 你把它塗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橡皮擦 擦力很強 連下面都擦掉了 因為它預設是所有圖桶都會擦掉 所以這個 我為什麼剛剛要鎖起來 因為 這樣子的話 我是平常要鎖起來的 我剛剛要擦 所以這個檢查 我跟你講 這樣清楚 在飛行裡面那個橡皮擦 那個特性要記錄一下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擦在 我覺得OK的地方 比如我擦在這裡 好 現在 我就要讓飛機 起點的時候 一樣 你如果最好的最好把它鎖起來 起點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從這邊 所以這個位置沒問題 中一點的時候 希望它能夠在這裡 好 現在你測試一下 它有沒有造成你的理想 去 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會了嗎 會了好 好 這個 我另外要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飛機 如果你是像這樣子 飛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要倒著飛 對不對 怎麼辦 我們點到中間這個補兼 它要低一點 你看一下它的屬性這邊 我們事實上 除了這個補兼幫他 它這裡有一個選項 我們剛剛沒有跟各位講的 就是在這裡 沿上路徑 什麼叫沿上路徑 沿上路徑就跟你騎摩托車 腳踏車一直是一樣的 你在漲單的時候你會怎麼漲 你騎腳踏車應該不會這樣 在漲單 你應該不會這樣吧 你應該會有點角度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說 沿上路徑 就像賈瑞爾的路徑是這樣子 我的飛機 假設我用一個這樣代表 這是我起點 那麼 它 飛機 現在跟路徑是不是成這個角度 所以呢 不管它走到哪裡 不管 賈瑞爾的核子 走到這邊 是會變這樣 所以呢 你走到哪邊呢 它永遠都跟我的路徑成這個角度 這樣你的標準 什麼叫沿上路徑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它這樣再走會怎麼樣 會變這樣 你這樣再走 然後它的核子會變這樣再走 這是我們現在的這樣 有沒有 你如果這個沒有勾會變這樣 所以你看看我勾起來之後有沒有不一樣 你看我現在勾起來了 我們來拿一張看看 對 翻翻翻 有沒有 可是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這樣才朝這邊 正常的講是在這邊應該 邊拿過來 帶著飛的 所以你的應該在這裡要怎麼樣 旋轉移上 這樣你了解嗎 等於說我的起點在這裡 有沒有這樣翻過來 因為這裡比較邊坡一點 對不對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它遠遠的跟我的路徑去保持這個角度 像這樣子 好